司法无法倾尽人员 不被人民订任 司法无法有效打击犯罪 以及司法失去作为正义最后的一道防线的功能 是人民普遍的感受 总统蔡英文就职演说 宣誓要推动司法改革的决心 让观理民众响起如雷掌声 但就在一个多月后 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却相敬请辞 实际未免太敏感 我要开记者会议 也就是总统显然没有接受我的建议 司法院副院长苏永清说 他并非因新总统上任而请辞 而是因为总统没有接受我的建议 到底是什么建议 在他决给小英的辞职信中是这么说的 不同意在总统设置司法改革委员会 以及召开司法国事会议的做法 宪法并没有直接赋予总统施改的职权 司法院也不是新政府的一部分 您可以落实这部分名义的方法 就是提名改革理念与您接近的人 作为司法院院长以及副院长 我希望不要因为我没有留下这个空间 而让总统更有需要派站 苹果追问苏永清 若小英接纳你的相关建议 是否仍会请辞 他只说若总统愿意接受 那就不用辞了 看来总统的答案已经很清楚 好 好